生和死都是人生大事 在环保意识抬头的年代 国内已经有两个州属开始推行环保藏文化 鼓励跌藏或翻土重用来安葬逝者 这股反传统的新风气能不能吹起 目前还是未知数 不过雪兰勒主打回归自然尘土的花坛藏法 似乎能实现土地永续循环的最大化 而且夫妻以这个方式合葬 可以达到爱情永恒的效果 俗语有云 百善孝为先 正因为这份远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华人祭祀先祖的习俗就代代相传 感恩追使 尤其在立碑或设灵位的细节上特别考究 但在新冠疫情时代 许多人经历了生离死别 亡灵几乎赚满了墓地和骨灰塔一致一味难求 必须另辟蹊径 扩建墓园 但常年增建也不是上策 雪州政府就效仿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殡葬法 推出格外新颖的花坛藏来代替墓穴或骨灰领位 抢打这是生命回归自然最环保的方式 实现土地可永续循环 在买骨灰这个过程里面 这仪式是挖一个洞 把骨灰粉末倒进这个洞穴里面 然后再撒上花瓣 然后盖回土 盖回草坪 那么就完成了这个仪式 再加上我们观察 其实一般上所有的坟墓过了三代之后 就没有后人再去祭拜了 所以以后再出现一个状况 就是我们有很大的墓园 但是是其实没有人去祭拜的 这将会遗留下来的 其实后果也是非常严重 那我们不如先进一点 想一个永续的方法 既能够有纪念的埋葬骨灰 有纪念这个意义 同时又能够兼顾环保 我想这个概念就比较完美 不过雪州华人一种的土地面积 已经激进饱和 要想开辟新地段更是难上加难 生态环保障如到往生者回归自然全土 跌葬或翻土重复使用同一个坑洞的做法 无可避免 只有不祭名 不立碑 不造坟 才能实现土地永续循环的最大化 我们这里我们准备用两某到三某地 这个大面积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容纳 更多的骨灰埋进里面 同时这个循环这个周期也比较长 可能在循环的时候 已经是要等50年 60年 70年甚至80年时间 这样在循环的话 就可以很多人能够接受 因为等在循环的时候 已经过了大概两三代人了 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 人们都希望往生后可以入土为安 因此 土葬法一推就是数千年 不过 邓章先认为 花葬更符合中华习俗中 成归成 土归土的概念 不然的话你知道一般的土葬法 你放在棺木里面 放在洞穴里面 其实也没有完全 真正的成归成 土归土 因为还有棺木 对啊 而且有一些现代化的 下面是杨灰 杨灰墙 所以不是真正的成归成 土归土 这个才是真正的 而且是符合环保的 此外 生当同亲 死要同学 是千百年来华人夫妻的生活理想 在我们熟悉的土葬中 就常看到夫妇合葬一目两观 因为人们相信 就让夫妻感情才能永恒 但是邓章先确认为 花葬更能达到爱情永恒的效果 现在的夫妻同学的话 其实也是两户棺木 可能两个洞穴 在一个同一个墓地里面 也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同葬 现在的花葬是可以做到的 先去世的 我们先把骨灰保留起来 先放在 先不倒进去 由家属来决定 先放在家里也好 或者安放在骨灰塔 等他伴侣去世的时候 两个骨灰磨成粉末 和掺在一起 埋进同一个洞 那个才是真正的夫妻同葬 这样合葬听起来是很浪漫 但回到现实层面 家属办理往生者身后事所需承担的一切开销 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 大马殡葬礼协会去年的数据就显示 棺木在十年内不断涨价 土葬棺木涨幅介于50%至250% 火化棺木则是涨了30%至150% 除了棺木 墓地和骨灰领位同样标志天价 光是单人墓位 普遍都要价3万令吉 为了让低收入家庭也有能力应付葬礼 花葬收费可低至300令吉 甚至是免费 为生者提供多一个替代选项 因为这个最后是由政府来负责管 可能过后也可能是免费 在我们的制度里面 我们的公务员机构 大多是由穆斯林为主 他们可能不熟悉将来处理 所以我们要先做一个模式 所以这部分暂时我们交给民办团体 那民办团体也要一些收入 来维修这个地方 同时这个收费是非常的低廉 如果300块钱来说 那么绝对不是一个负担 三生饭菜三茶五酒 再烧上三炷香 这等季祖民俗数千年不变 但花葬却打破旧席 提倡不供奉重勉怀 如果一定要再清明过来的话 就是来这边做一个勉怀 或者是可能可以带一些花 只放在那边 只放在那边而已 那么就完全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有个宗教 各种仪式 如果会把这个宗教仪式 饮水在这个墓园里面的话 就不能够符合我们 这个原本的初衷 就是要把整个 把它墓园跟花园结为一体 除了雪州推陈出新 森州也搭上生态葬的列车 引入植存葬法 虽然这种新兴方式并非强制性 但两者的入土流程大同小异 究竟老一辈是否能接受 这样大胆的文化改革 下一集带你聆听大众新生 和文史工作者的见解 马新车电视 谭祖宏专题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grandp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